花莲市民代表会市政总执询议程 今天是来到了第四天 那么由市民代表江凤怡、谢怡轩、萧明龙、谢豪杰等四位代表轮番上阵 对花莲市公所提出了多项敬言 花莲市民代表会市政总执询议程进入第四天 首先是由市民代表江凤怡进行执询 有名庄的范围就是在中原路以南 没有超过中原路 不包括你这个计划里面写的中腔街 这整个地方其实都不叫有名庄了 所有的计划范围利益都是好的 但是他整个你这个到时候这个案子一过什么的话 我想那个我们主农礼的那个四千位相亲 大家会很期待 哇太好了 这个市长太爱护我们有名庄这个主农礼的 结果全部坐在中腔街中正国小 那个地方都不叫有名庄好不好 我们是希望能够串联我们花莲市的客家景点 然后举办相关的亲子友善活动 然后培养我们社区民众学习我们课语的兴趣 然后落实我们社区还有周边民众的参与 并且来提倡我们客家文化艺术的展演 还有闲置空间的再利用 这个利益我刚刚凤怡就讲过了 很好 客长你写这个计划八百万我跟你按个赞 但是我的希望就是说能够充分的落实到 我们有名庄这整个曾阿陶 接下来是市民代表谢一轩 他关心原规台风的淹水问题 也对市区克莱堡博化提出看法 那想要跟这个我们公所来探讨 到底这次原规台风造成花莲市的大淹水的问题 主要问题是什么 那再来那淹水的民众的家里的财损 有没有一个后续赔偿的一个机制 来协助他们 那第三个就是说 那淹水的问题到底如何解决 我想这个也是未来 这个市民非常所关心的一个问题 这个就是克莱堡的一个目前的一个状况 因为其实这个点非常非常的好 那这个部分我们有提出这个基本的这个计划 那也获得先读委会通过 所以未来在规划上的使用上会比较多的弹性 就不再受这个三分之一楼地板面积的限制 所以使用可以使用比较多的弹性是 我们可以本席的想法是可以打造清廉文创中心 或者是运动中心吗 这部分这部分都基本上都不会 只要再不违反我们当初所提的这个 可以吗 是可以的 是可行的 市民代表肖明龙关心吉保干 格努尔 拉苏丹等三处部落聚会所 目前的实作进度 也建议施工所要把补犬作业 移交给专业单位来执行 部落聚会所目前已经现在在动途了 已经开始这个新建了 那么那目前我想请问一下 徐克长目前进度如何 上次议定进度是10.52% 那现在已经超前了14.43% 目前是不是还在超前 补犬是一个高度专业以及很危险的一个工作 需要高招的补犬技巧 那本学的建议就是说交给移交华联县动物防疫单位来执行 那本学的建议理由 第一个清洁队平日工作这么反重 清沟 消毒 除草 扫街 资源回收 垃圾清运跟环境卫生机场工作 等等这么繁杂的工作 第二个清洁队的组织章程我有看 因为我曾经也带过清洁队 没有流浪前捕捉这个工作 第三个流浪前捕捉工作 目前全国至少已经有14个县市 已经移交由动物防疫单位来负责执行 那另外呢 这个本项工作应该落实法规面 回归给华联动物防疫所来主政 市民代表谢豪杰 则是针对了市区排水问题 还有路面工程提出的建言 我觉得很多时候在这个临界点 要做一个厘清的部分 就是说像发生好雨 其实很多民众在问 为什么很多之前没有像这么严重 那也许第一个原因 可能是因为这次的雨水很大 充分的雨水进来 导致水流量来不及排到水沟都有可能 那第二个原因是民众认为说 那为什么自从有了香榭大道之后 导致水流量 这都是问题 那这些问题其实我们有没有充分的去表达 还是说厘清 还是说全部权责是我们花链施工所 那花链施工所有错 我觉得我们都有权利去追究这个责任 是哪一个单位 哪一个归属需要去做一个厘清 那我记得你有说过 国心里会做一个全区的全面性的改善 但是我这几点 我发现你那边说 已结案了嘛对不对 目前 但是我发现其实还适合有很多的路面 是没有完全铺设完成 那它变成是东一条西一条 其实这边看起来很漂亮 我觉得全部的规划都是完整的 都是漂亮的 但是我到另一边还是到另一条街的时候 发现其实怎么是没有铺设的 是有什么状况还是原因吗 导致不能这样如期继续 对于代表们提出的疑问 工所相关科技主管一给予回复说明 并且表示 只要是工所管辖与能力范围 会尽全力执行改善 要完成代表们监督市政的要求 就有学历群华联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